一位在台湾吧 科技大佬 他的认知错乱 是不是有错乱 好像有错乱 但是大家自己判断一下 科技大佬嘛 那一定有名嘛 一定是社会的贤打嘛 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 科技大佬 科技大佬 大老板嘛 上司柜公司老板嘛 这都有钱人嘛 德高望重嘛 大家羡慕得要命啊 近八岁的老人嘛 同时也有这几个身份的 在一般的心目中 应该是德高望重嘛 见多世广嘛 言必有物嘛 天宗一鸣嘛 这大家羡慕得要死 我们说有福报嘛 社会贤打 社会意见领袖等等 或者人生胜利组 胜利组啊 万种选一啊 百万种选一啊 这样的人当然应该 没什么问题嘛 大家一言九鼎嘛 讲话一言九鼎嘛 但是这样的社会基因啊 会不会讲错话 人当然应该都会讲错话啦 都有可能 但是看严不严重嘛 会不会骂错人啊 人难免会骂错人 但是 会不会如果公共场合啊 或者骂得很厉害 那就比较严重啊 会不会逻辑经验判断出的问题啊 也难免嘛 但是如果事情比较严重啊 我们就说事情大条了啊 你说小小的讲错话啊 私底下讲错话啊 那也无所谓 公开啊 一有所指的啊 那就严重啊 骂错人难免啊 但是 也是公开场合啊 疫症职业啊 结果骂错了 等等 如果这样的社会基因的判断力 出了严重的问题啊 那么社会上如何看待这样的一届领袖 那如果觉得你判断出问题啊 那怎么办呢 那你以后 会不会继续出问题啊 或者 那你以前讲的是不是有类似问题 其实人就这样子啊 这个 如果出了什么大问题的话 没出问题啊 那都没问题 一出问题 大家就会 哎呦 这样子啊 那你以前是不是也这样子啊 你以后会不会这样子 比较麻烦一点啊 我们看 当然 根据维基百科啊 潮新城当中有名嘛 这个那个联电老板啊 创始人嘛 这有钱啊 大有钱人啊 这一辈子啊 丰功伟劣啊 这个 讲不完啊 英语是这样子 还好的 他英语是 他名字叫Robert 有中文啊 美国三十六年啊 一九十七年啊 这个横杠就表示啊 存活着啊 他的鞋法叫什么啊 快八二岁了啊 企业家啊 他有名啊 太有名了啊 所以我们说台湾那个代工啊 半导体代工啊 就是 潮新城嘛 跟那个 跟那个 台积电嘛 张忠谋嘛 那张忠谋的年纪再大一点啊 但潮新城也讲说 其实 这个半导体代工 其实他的idea 但是后来被台积电拿去用啊 分分不平等等啊 不管 这个东西也讲不清楚 重点他是连发电子连跌了 创办人啊 但后来一段时间股价就掉了 不管 也是大公司啊 而私人生活中 他是一位艺术介绍家 又有艺术的这个 这个介绍能力啊 这个兴趣啊 古老收藏家有钱嘛 别好拔不举使啊 那这样的人 又是科技的天才啊 科技专家啊 三十公大老板啊 这个年纪得高望重年纪也蛮大了啊 又艺术方面的兴趣爱好 又有钱收藏 这个人 人生胜利组合 讲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这个一讲话一言纠定啊 我们来看看出了什么问题啊 去年啊 8月25号 《相地新闻网》报导啊 这都不是我写的啊 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啊 曹新成啊 曹大老板啊 日前宣布捐出啊 是日前不是现在日前 是那个什么 去年8月那个新闻的时候啊 日前啊 就是8月25号之前啊 前几天啊 宣布捐出新台币三十亿 哇不得了 就三十亿 但对他来讲可能不多啊 但是三十亿很大啦 资助啊 这个资助 加强国防 哦那很好 政府有国防预算嘛 可是他觉得啊 我有一个特殊的用途啊 可能你们国防预算 没有包括啊 我还捐个台币三十亿啊 要搞个黑熊啊 部队什么等等啊 那很好啊 这个这个 初三十亿也不少了 这个爱国啊 爱国商人啊 成为各界主 关注的焦点 曹明晨今天 那时候的今天啊 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 节目专访 《自爆》 他因为 为什么要捐三十亿啊 为什么还要成立黑熊部队啊 甚至还要放弃新加坡国籍啊 他因为不想看到台湾 变成另外一个乡党 这爱国爱国爱台湾啊 因此放弃新加坡国籍 了不起了不起 过两天 那就是过两天嘛 过两天嘛 过三天过五天无所谓嘛 反正申请嘛 申请之后能多久吗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嘛 就是过几天啊 就会申请啊 这个等会有空的时候 但也不用拖很久啊 过几天啊 就会申请回归中华 美国国籍 那你说生肖一定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吧 那不可能拖到一个月以上吧 就是大家说 哦 很好太好了 没问题 那曹英俊也提到啊 总不能拖到大家反共啊 自己却躲在外面 这样不行嘛 讲得好 台湾人需要一股士气 这个应该是据点啊 反正都是靠避下来啊 都不是我一个人写的啊 今天我回来有象征的意义啊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共军演习这么凶 要快跑快跑 但我会从国外回来跟大家在一起 你看这个新闻啊 标准符号也错了 常常说啊 这个字也写错嘛 在一起是另外一个在嘛 是不是在一起啊 反正不是我写的啊 反正意思是懂啊 常常写错字啊 现在记者水平啊 低到你无法想象啊 不是每一个啊 就是有些记者啊 程度低到你无法想象啊 数字错啊 字写错啦 关意识搞错啦 引用错误啊 一大堆啊 秀下线啊 没办法 我已经决定了会死在台湾 不会死在国外 哎 了不起啊 这个新闻没问题啊 大家一片掌声 太好了 爱台湾 大老板 然后你看过几天啊 8月30号又报导啊 联电创办很潮心神 我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不是只有一篇报导啊 两篇报导嘛 意思差不多嘛 这个表示确有其事嘛 啊 这不会是假消息嘛 而且电视也播出来 他本人都讲话了嘛 这讲不了嘛 啊 要放弃新加坡籍啊 入籍中华民国啊 因为台湾是中华民国嘛 当然也讲台湾啦 据了解他目前已经拿到全新的身份证 据了解 这是新闻网说 已经拿到新的身份证嘛 哦 你看 8月30号前面讲的 8月25号说过两天 哎呦 这个民事新闻网说 8月30号过期 哦 据了解 据了解 啊 但是据他们的了解 不是据我的了解 我不知道 啊 据了解 他目前拿了全新身份证 所以他说 拿到了 那个 前面说过两天嘛 过两天就申请嘛 然后到30号就说 据了解 啊 已经拿到 哦 那就没问题了 而且9月1号就要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说明捐出新台币31元的黑熊部队 做了计划 你看这个都应该据点吧 什么斗点 斗点不完啊 事实上他2011年因为合建案 当时一个大案子 这也不管了 这也用 这一集没时间讲 在新加坡政府邀请下顾级 如今回归中华民国身份 就是为了展现反共决心 哦 更好 这两篇新闻啊 大家都 哦 太好 这个曹大老板 爱爱台湾 爱国 太了不起了 要放弃新加坡国籍 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要决30亿 哦 这个了不起 了不起 然后 哗 一弄 到了今年 前面到了8月 就今年了 9011社 就隔了差不多将近半年了 就是前几天了 2月3号 一瓶新闻网 就是一周刊 苹果 报答了 哎 有问题了 曹新成在脸书发文表示 啊 这个过程需要几个月时间 什么过程啊 是不是放弃新加坡 拿台湾国籍 还是要决31啊 有些品性低劣的人啊 明知放弃 哦 是讲放弃国籍 需要时间 却趁着他还没有拿到证明之间对他进行恶意攻击 毁报 哎哟 前面 第一个新闻不是说过两天啊 8月25号的新闻啊 所以他说过两天啊 就回归啊 那过两天不知道嘛 哎 8月30号 明日新闻网 不是我的网 我没有网 明日新闻网 这都可以去查 都是网络上找来啊 呃 9月1号 据了解 但这边写据了解啦 当然 曹新成可以说 那是你据了解 我没有啊 但是新闻就这样播啦 大家搞不清楚嘛 你新闻写出来吗 明日新闻很大嘛 又写据了解啊 9月1号 啊 不 据了解啊 目前 目前就是 目前那是8月30号嘛 拿到 这代表想 也 代表很多人一直想 把新闻写出来的嘛 也不用去问了嘛 新闻说 据了解 已经拿到了嘛 那应该没问题嘛 这也不是大问题 当然讲 应该没问题 诶 怎么到了 将近拜了以后 前几天就讲说 要几个月的时间啦 呦 大家印象中 你已经不是拿到了吗 那怎么是 过了半年之后 怎么又说 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了 那就还没拿到嘛 又说 什么叫平性低劣的 而且 而且民事要放弃 国际需要时间 趁着还没有拿之前 恶意攻击 我们继续看啊 他表示 他就是 曹大老板表示啊 去年9月 11 12号 去年9月 应该呢 这新闻 去年8月的新闻说 过两天 8月 25号说过两天 8月30号说 去两天已经拿到 所以 大家想 应该拿到了嘛 然后到9月 11 12号 中天的新闻 叉叉叉叉 晚报啊 就持续 用了两天的时间 找来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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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名嘴嘛 有的是 前大使啊 有的是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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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报董事长啊 名义代表啊 前名义代表 等等啊 那都是社会贤达啦 都是名嘴啦 有名的人 集体操作这个恶意毁谤 哎呦 那怎么毁谤啊 他也说啊 这个前大使很可笑 一面吹嘘到外交官司室啊 说明放弃国籍 程序越复杂 表示他明知啊 朝不可能9月初就 宣布放弃国籍 立即就能啊 就是不可能 我一宣布就拿到嘛 那当然是嘛 当然是嘛 你只要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嘛 你不可能今天申请 没有拿到嘛 这不可能 两三天之内的不可能嘛 哎 看来也有道理啊 一方面却说 我们要曹青城拿出 放弃国籍证明 他一直不回应 所以曹青城涉及诈欺 哎呦 常常老板生气啦 可是那前面新闻就有问题啊 前面说拿到啦 但是曹青城说 我们其实没有 要花时间 哎 那就新闻造假 新闻前面说 过两天嘛 第二个新闻说已经拿 第一个说 我过两天就申请 那又没问题啊 一两个礼拜就下来嘛 第二个新闻说已经拿到了 哎 那怎么过了半年 我说没有啊 我还没拿到啊 要花时间啊 哦 对对对 那个去年八月的时候 新闻说我拿到了 然后九月的时候说 哎呦 没拿到涉及诈期 然后过了将近半年 说 哎 你为什么骂我啊 九月为什么骂我啊 这要花时间 哎呦 九月还没拿到被骂 哎 也没事 哎 过了将近半年 不高兴啊 哎 这怎么好奇怪啊 这确实有点奇怪啊 而曹青城也表示啊 他回顾叉叉叉 晚报 播出的 他没有生气 啊 很大方 很大度 没生气 不过去觉得有些悲哀 他说啊 曹大老板说啊 从十八世纪到今天啊 人类文明之所以 今天的大进步 主要是有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 大概有时代背景啊 就是人呢 从那个没什么知识 变得有知识啊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啊 启蒙运动第一个强调理性 人要理性没错啊 你骂我 你不 你不讲事实 你没有理性啊 该骂 也没错 所谓理性啊 就尊重事实 尊重事实 但是事实到底怎么样 事实也不是你说 也不是我说 事实就事实嘛 那要拿出证据嘛 事实证据 能运用严密的逻辑 推导出正确令和关系 讲到好 但是事实是怎么样呢 我们要看事实嘛 然后呢 这第二折报道 也就是2月1日前几天 疯传没 也是一样嘛 我前面弄两折嘛 表示不是只有待一的报道 后面也是用两折嘛 表示也是不是带一报道的 这不会是假新闻嘛 好 2023年前几天 2月2号 疯传没报道了 联帝创办人 曹大老板啊 日前凯娟 30亿之后啊 更提到啊 自己已经放弃新加坡国籍 恢复中华美国国籍 2日啊 在脸书上放出自己放弃 新加坡新国籍新加坡 马归正名 点名、插插插插插什么节目 插插插插 有这个 等人、插插插插等等 跟第一个差不多嘛 因为同一个来源嘛 同一个事实嘛 或者说用两个新闻报道 表示确有歧视嘛 交叉比对嘛 但是内容差不多嘛 脸书提到啊 自己放弃新加坡国籍的证明 证书终于下来 因为放弃国籍需要一些钱去作业 提出证义 没错啊 之后才能取得证书 过程中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这边就有梗了 但是 他说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嘛 但是到底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 放弃国籍没办过啊 我也不是新加坡公民啊 也没办过啊 需要几个月吗 一般可能不用吧 一两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顶多吧 怎么需要几个月 哦 难道是前面是假新闻 说你什么八月就说应该拿到啊 结果没有啊 要办好几个月啊 然后搞到现在啊 现在才拿到 搞到半年 就是这边讲几个月嘛 半年是几个月 哦 我新加坡要办那么久啊 那你办到前面假消息吗 但有些品性低劣的 明知道放弃国籍需要时间 却趁着我还没拿到证明之前 对我进行恶意攻击毁谤 操招老板点名 扔达达达达达达达 中天已经关掉了 所以博士电视台被在YouTube上放 大家也看得到 公司还在 只是被电视台封掉了 被NCC封掉了 在YouTube上继续播出来 他说他看着一样 也是一样嘛 没有升起 但是感到悲哀 他查到老板就说 台湾已经到了21世纪 社会上还有这么多缺乏文明教的 野蛮人 这五个人都是野蛮人 包括这些主持人 野蛮人 这五个来宾都是野蛮人 是一大憨事 这些野蛮人可以在媒体上大放厥词 甚至还有众多粉丝不明就里知识 他们在悲哀 好了 那就看起来 找到老板嘛 这个大老板 科技公司 上市公司 董事长嘛 创始人嘛 这个这个 一辈子丰功伟业啊 生气了 讲得好像也对啊 我要花时间了 我要花时间了 我还没拿到啊 我在办手续啊 你不给我时间啊 你还把我说是 说是我这个什么 说是我这个造谣啊 说是我这个 这个讲话不算话 你们这几个野蛮人啊 看起来好像也对啊 这个事情应该就这样子啦 好啦 那网友在相关的 以上的相关新闻的代表性留言 这个网友的代号啊 名字 因为一般都用代号 这个 古引起名嘛 代号就去掉啦 就内容啊 这也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 就有些代表性的留言是怎么样啊 就网友啊 这不是我写的网友 网友有很多啊 写的有很多啊 这边 摘取一些比较的去代表性啦 有些 很多人都懂阿西辰啊 不肯就事论诗啊 一起 这个情绪性的发言 那就不要了啦 就是比较代表性 其中有一个网友就说 通知书啊 通知书我待会秀一下啊 通知书也不是我 我也搞不到 就是曹金人自己付的通知书啊 通知书上也写 你2023年1月3号老潮 二字老潮我不敢押老潮 这网友写了老潮 才宣布放弃 哎呀 那就这边有点梗啊 那你不是应该去年8月 或者9月就应该申请吗 怎么 这边不是1月3号下来啊 才宣布放弃啊 真正的意思就申请了啊 那你怎么拖那么久啊 啊 形象破1月12号就回复老潮了 这人怎么还在唬烂 意思是说 你是到1月3号才申请啊 然后12 9天啊 中间要扣掉礼拜 这个礼拜天啊 其实实际工作天 可能就一个礼拜嘛 我重点你是 你去年8月讲的啊 然后说过两天啊 这新闻上面写了嘛 那怎么1月才申请啊 那你9月被人家骂 被人家批评 好像也合理嘛 因为你 8月说过两天我就申请 那到9月10几号的时候 还没有嘛 人家就说 9号不算话 然后曹老大就说 要几个月时间 可这边看起来不像啊 你1月3号宣布 然后12号就给你了 这没有几个月啊 我们待会看那个 新加坡官方的这个 他出示的 这个核准书啊 来看以那个为准 另外网友说去年 你说放弃 那不说话吗 今年放弃 可以说是去年放弃 今年才放弃 可是你去年 去年说放弃 今年才动作 这样可以吗 搞那么久 当初就没说 我半年以后 我现在宣布放弃 但是我半年以后才申请 或者是我 一年后才申请 那你当初讲清楚嘛 那你如果 还要半年一年 那你等到你真正可以放弃 你再讲嘛 这意思是这样子 你申请台湾证 被迫放弃啊 主动放弃 被动放弃 不同的意思啊 要骗谁啊 另外一个网友说 通知书已写明啊 2023年1月3号 老朝在宣布放弃什么声明啊 另外一个网友说啊 今年1月3号才提交申请 去年被骂是刚好而已啊 另外一个啊 人家去年9月批评你 你说他 诋毁你 阶蛮人 可是你今年 2023年1月底 才放弃国籍嘛 这当然有问题啦 这也不是1月底 1月3号 1月11号 也不是1月底 说明去年啊 2022年 朝鲜害新加坡 你没有 没有 没有放弃嘛 我们来看 ICA ICA就是新加坡移民区 ICA什么东西啊 你看ICA嘛 这是新加坡单位 那怎么证明啊 不是美国啊 不是法国 不是什么啊 新加坡有一个 Immigration and Checkpoint Authority ICA 就移民啊 就是检查站啊 就是反正就等于台湾移民局啦 authority 权威啦 就官方啦 移民局啊 所以ICA就大致上意思就是移民局的意思啊 这些我们都不管了啊 它有些土调 个人知道土调也不管啊 所以ICA 他这边有些新加坡吧 好看啊 但是 有没有写 哦 这边你看 这边有新加坡嘛 新加坡的移民局SA 这没问题 然后呢 他是 给谁呢 给Mister 什么先生呢 曹欣陈 给曹欣陈 新加坡用英文嘛 或者马来文嘛 不用组了 中文反而不是啊 所以用英 他们几乎官方语言就是英文了 中文好像也是官方语啊 反正他们就出了证明啊 文书就是用英文啊 就曹欣陈 这没问题 好了 2023年啊 1月12号 所以1月12号出了这个证明 所以这边写1月 什么什么什么啊 1月12号啊 就是这样子过来的啊 没问题 1月12号他出这个证明啊 但是你什么时候申请的啊 就是当人家1月12号得核准啊 这个凯出来啊 当然寄到他家也许隔一天 隔一两天不知道啊 就是啊 敬爱的先生 就是曹欣陈先生 Mr.曹欣陈 Renunciation就是放弃啦 放弃新加坡的公民身份嘛 Says the Shep 就是公民资格公民身份嘛 就是主旨啊 就是说你放弃啊 放弃有三个东西啊 他们是等一二三啦 都是用这个啊 那当然他的资料就化掉 无所谓啊 citizenship 就是公民的资格啊 就证照 公民证照的号码是什么东西 啊就放弃了嘛 然后这个 identity card 就等于类似身份证的字号啊 还有 passport 就是那个护照啊 等于三个都取消了啊 他有证照啊 啊号码啊 阿拉伯数字啊 或者是什么的啊 东西啊 为reference to you 就是有关于啊 你的Declaration Declaration有两个意思啊 一个是宣布啊 到这里不宣布啊 就申请啊 申请啊 你的申请啊 Renunciation 就放弃你的新加坡的 Says the Shep 你的公民资格啊 你就是有关于 你申请放弃啊 重点来了 第一个日期 申请 你申请放弃日期是 2023年1月3号 1月3号 你1月3号申请 你知道你申请是你的权利吗 那我只能照办吗 但是你1月3号申请 我1月12号发函给你 OK啊 过关 9天 9天时间 并不是几个月啊 9天 中间搞不好 扣掉礼拜六 礼拜天啊 什么东西 那时候速度正常嘛 也算快嘛 正常嘛 I'm here to you 我在此呢 通知你啊 通知你什么呢 就是已经登记了 登记在案了 你申请 你要求啊 申请放弃国籍啊 这个案件 我们已经登记了 而且注销了 我们也登记了 就是停止 你不再是新加坡的公民啊 从2012 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这片语啊 从2023年 1月3号开始了 就是 你收到本文 我们发文 我们就是讲 自发文日开始 及时生效 这个意思啊 也就是说你收到的时候 就你生效 你这时候就不是了 就都注销了啊 Hence 就因此啊 你的这个公民身份的资格 Certificate 就是资格啊 证照这东西啊 identity啊 就是身份啊 就是像身份证啊 identity card 就是说你的公民资格 Certificate 就有一个公民的一个 一个这个证照啊 公民的证照啊 还有这个你的身份证啊 还有护照啊 就是上面显示 123嘛 123就是这个嘛 123嘛 这边Retain Retain 就是维持 维持什么东西啊 维持一个什么状态 Four 维持一个Cancellation 就是取消 维持取消状态 就是 用白话来讲 就是 生效 以及取消你的公民资格生效 维持一个生效的状态 谢谢你 这个新加坡这个单位 所以 没有错啊 所以我们整个理过来啊 就是说 你去年8月说 我要放棋 新闻稿 他们说 我过几天放棋 我丢个新闻稿 这个新闻说 据了解 他已经拿到了 台湾新的身份证了 所以他认为没问题 结果9月啊 9月11号12号 某某电视台 就说 没有啊 你8月说了 新闻也说 你拿到了 可是9月11号的时候 我们去查了一下 你没有啊 你说谎啊 是这样子 结果那时候也没什么事 骂完了 结果今年 这个前几天 二月几号 二月 二月书啊 他在Facebook的脸书里面 胡说八道 奇怪 这也奇怪 这也奇怪 9月11号 十二号 骂你 应该十三十四 就跟他吐槽吐回去 也没有啊 也许他没看到节目啊 或者说他也无所谓啊 但是可能朋友说不好啊 或者相关的 就是他越来越觉得不对 所以 所以这个 二月初在脸书说 哦 就开始发脾气了 这掩埋人啊 什么东西啊 所以整个情况是这样子 啊 我先把这个念完好了 所以从以上可见啊 不论多优秀的人 可能都会说错话 判断失误啊 谁都会说错话 做错事啊 但是需不需要更正啊 需不需要道歉 更麻烦的是啊 这样的人以后 会不会继续说错话啊 继续判断失误啊 社会大众要怎么知道啊 那你以后说的话呢 到底是对错 对与错啊 那你讲的话啊 到底啊 合者正确 合者错误啊 那你 讲话 这个也这边有点逻辑上啊 经验法则上有问题 那你以后讲的话 那到底什么时候是正常啊 正确什么时候 又犯了逻辑上错误啊 所以这个事情看起来 我再把理一遍 就就简单了嘛 就说 你八月 说要放弃 新闻报道说 哦哦好像拿到了 所以大家以为没问题 跟九月 这些民主就要查了一下 没有啊 那没有 那到时候你就应该讲啊 那怎么办啊 是我还没有申请啊 我最近很忙啊 工作很忙啊 忙着赚钱啊 以后再申请 也没讲话 那重点不管啊 就是还没申请嘛 那是原因很多嘛 但是 人家当时就说 你没有拿到 那个事实嘛 你当时就没拿到嘛 就是没拿到啊 那人家 讲没拿到是因为 新闻的报道说 你八月就说要放弃啊 说过两天就要申请啊 申请只有两个礼拜 可是等到九月 九月十几号 没有嘛 没有号 所以批评你 看起来也是正常嘛 正常嘛 然后你当时也不讲话 到了今年二月的时候 又发脾气了 又说要什么 要花时间啊 要什么东西啊 要花几个月时间啊 这是野蛮人啊 什么东西 但是 可是 这个是你自己秀的啊 从英人英文比我还好啊 比我好一千倍啊 对 那你自己是一月申请的嘛 那你一月才申请 可是 人家的印象当中 你八月就是要放弃的嘛 而且新闻有时候 你过几天就会申请嘛 后来第二个新闻说 据了解就拿到了嘛 那九月 过了 譬如说过了半个多月 一个月啊 这个人家就批评说 还没有嘛 这是合理嘛 但 正确你应该讲说 哦 这误会一场 我没有错 我八月申请 你们九月啊 查了一下说没有啊 不好意思 误会一场 我确实还没有啊 我确实还没有啊 但是我应该忙着赚钱啊 家里有事啊 生意不好啊 还是什么 你可以解释嘛 解释 那第一时间最好就是说 八月的时候就说我要申请啊 但是我要马上申请 还是我半年后申请 第一时间讲清楚嘛 那第二时间的话 那你今年月 那你也可以叫我今年月申请 才申请 因为事实上就是你一月才申请嘛 这人家讲得很清楚嘛 你是 一月 三号 一月三号 Dated 3rd January 2023 你是1月3号申请嘛 生效是这个嘛 12th January 2023 1月12号 核准嘛 那所以人家九月骂你没有错啊 但你可以说我误会啊 可是你不能说啊 就前面行我们讲 我要把人家骂野蛮人什么东西啊 要花几个月时间 第一个没有几个月嘛 就九天时间嘛 那你曹新城不是一般人 一般人说我不懂啊 什么都不懂啊 这个移民局要办多久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那你曹新城旁边一大堆资囊 一大堆助理啊 随便打个电话 新加坡 哦 这曹老板的助理打电话 哎 你疯了上兵嘛 那回答嘛 所以 所以明明就九天就申请 事实上这样 那你说要几个月时间 还骂那个前面那个 说要花时间啊 你这么一点尝试都没有 那不是骂错人了嘛 这看起来嘛 至少我觉得 骂错人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 第一时间 那些 九月十月就说 不好意思 误会一场啊 你们误会我了 我是宣布没错啦 但是我现在确实没有啦 因为我最近忙啊 什么东西 但误会一场 不好意思啊 然后我打算 九月十月十一十二还是一月 你讲嘛 这也就 也就没事 但你不能骂人家 不能骂人家野蛮人啊 人家没有野蛮啊 所以这边就是 列出网友的东西嘛 所以重点就是 但是大家也不了解 你去年八月宣布 然后实际上 今年一月才有动作 那为什么要隔半年啊 那你是当时就知道要隔半年 还是当时是说 我真的要赶快办 可是后来因故 啊 因为什么原因 什么的 有可能嘛 毛子赚钱身体不舒服嘛 一大多 都有可能嘛 但是你要讲嘛 所以重点就是说 第一个 你要讲清楚嘛 你说 科技大老 上次贵公司老板 近八岁老人 讲话不清楚 哇 那怎么办 第二个 因为你讲不清楚嘛 因为你说要申请 跟实际上是 你差了半年的时间嘛 那人家 在你 宣布之后 过了半个月 一个月啊 就批评说 还没有啊 也没有错啊 因为你当时说过两天啊 那你不能骂人家 不能骂人家 野蛮人啊 不能讲这个讲那个啊 所以这个 所以我就讲是认知错乱嘛 因为源头是你在讲 然后 并没有照你讲的 发展 然后人家 认为 你言行不一嘛 你就是 你说到没做到嘛 那人家当然可以批评你嘛 人家有 言论权嘛 批评权嘛 根据事实嘛 那看起来 人家讲的也没有错啊 那事实上 你就是医院啊 那你医院 这个文件你也不会看不懂啊 英文也好 比我好一千倍啊 那 你明明就一月才升起 那你怎么可以 拿明朝的建展 清朝的官 你怎么可以骂人家 骂人家 骂人家九月 说你还没有 那是人家讲的事实嘛 事实啊 二岁骂了半天 那我不晓 大家应该听得懂意思嘛 这应该 哪里到对 这个新闻啊 网友的留言啊 还有这个查到老板 自己付的这个啊 以文件为准嘛 以文件为准嘛 所以你看起来 你骂错人了嘛 认知错乱 而且正常 一般会怎么做 我说正常 也不要说什么科技老板啊 博士硕士啊 上司会是老板啊 这八岁 七几岁的人啊 就正常来讲说 我要宣布可以 然后说 我这两天就宣布 那你就要这两天去做 我不知道 这两天就要去申请 那就这两天申请 但是你如果过了一个礼拜 你真的没有做 可能因为什么 家里有事什么的 你就说 你再开个记者会嘛 因为你曹老板 只要你开个记者会 或上个谈话节目 人家全世界都知道嘛 不好意思啊 前几天我讲 过两天都 但是我最近家里真的有事啊 最近有什么状况啊 我可能过一阵子 当然你最好是讲 我可能再过两个月申请哦 或者我真的有什么事情 搞不好会再拖一阵子哦 也许三五个月都可能 你一句话嘛 这个几秒钟一句话 人家说那没办法啊 那就等吧 至少你有讲说最近有事情嘛 就是合理嘛 然后你会晚一点 至于你最好讲晚一点 晚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还说哦真的不知道 可能半年也都可以了 那那么久的事情 那正常来讲就是 这个没有问题嘛 你既然已经决定要放弃了 那这剩下办手续嘛 那你都决定 那你的什么财产规划啊 缴税什么的 你都想好才会宣布 你不会说我宣布以后 然后突然就 哎呦有税务的问题哦 有安全的问题哦 有各方面有这个资产的问题啊 公司登记的问题啊 那你就不要宣布嘛 就正常来讲就是 你都想好了才会宣布嘛 正常来讲 你不会说宣布以后 才发现哎呦有一大堆问题 那你不是很幼稚嘛 那不是小白兔嘛 那你既然都宣布了 那表示你想好 那想好之后 那就是一个一个 一个走个流程嘛 就是就是paperwork 就是一个书面嘛 因为你都决定了嘛 那书面然后你又说几个月 那事实上没有嘛 就九天 然后人家批评你说没有 你还没有申请 那你又说你野蛮人 那你就是还没申请啊 因为 然后我觉得最奇怪就是说 明明就是没有错 你当初没申请 然后你又骂人家办件 然后说我有证据 那结果证据是打你啊 打脸曹老板 不是打脸那五个名嘴啊 这个证据是打脸你曹老板 哪有人会说我有证据 结果证据是不利我自己 对对对对对 我们说拿出证据是要对我有利嘛 我才拿这个 哪有人说我拿出一个证据 证明我说错了 对对对对 那所以当有些网友讲的 我就没有引用 就有些网友说 你骗大家看不懂啊 骗大家全部英文的看不懂 这些英文都不难嘛 都不难嘛 看得懂英文很多嘛 这我都看得懂啊 这台湾有一半以上的英文 都比我好啊 这谁看不懂啊 这大 有五成的人嘛 四成的人看得懂 这不是问题嘛 那你怎么会 拿一个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证明我 我自己拿证据 可是这个证据证明我是错的 我跟你嘞 所以这办不懂啊 所以我就说 重点倒不是这个世界 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这也没什么大事啊 这个曹老板怎么样 再怎么大也就是一个人嘛 所以我只是说 任何人都可能说错话 总统 院长 首相 都可能说错话嘛 所以我重点就是说 不要以为说 他是大老板 他是行政院长 他总统就不会讲错话 可能会讲错话 第一个 谁都可能讲错话 只是说 讲错话是你自己啊 私底下跟家人聊天啊 扯淡 讲错话的人无所谓啊 大家搞不好不知道 那你公开场合 哦呦 正式学业啊 你又是有定位 那怎么就不好玩啊 你的分量高嘛 你又是公开 表示嘛 全台湾都知道 所以这种东西就比较严重啊 所以这种事情确实 我重点说这种事情确实发生 而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你真的 没有做到 你就再次澄清嘛 再开个记者会嘛 澄清嘛 更正嘛 解释嘛 补充嘛 大家说 哦 原来你最近很合理嘛 第三个 那人家批评你 如果没错的话 你干嘛骂人家 野蛮人 而且 你又提出一个 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是吗 那你又骂错人了 对不对 然后你骂错人了 这个 大家也说你好像骂错人了 证据上面显示 的确是这样 那你要不要道歉 也没有道歉啊 就乱七八糟 所以这个 我没什么意见 就是 就只是说 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判断 搞不好有人说他没错 那你就认为他没错嘛 你认为那五个名嘴是马八蛋 五个名嘴是野蛮人 那就野蛮人 这是你的判断 我就说 我一直强调 我们要根据客观的事实嘛 做个主观的判断 客观的事实就一个嘛 不可能事实两个嘛 那就不叫事实 大家要根据同一个事实 但是判断不一样 根据我这一集讲的 这些都是没有一个字我写的 当然有些整理的 这也是我写的 其他新闻内都是 可能都是引用嘛 那如果根据这些事实 你的判断是 他有问题 那是你的判断 那你如果判断结果 我根据那事实 我觉得他没有问题啊 是弄五个名嘴 那我也没有话讲 但是大家有个公约数嘛 就社会上大家 一种迷扬百样的 每一个判断不一样 可是大部分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嘛 正常的判断就是说 哦 你前面讲的是好 可是 你怎么 没有赶快去办呢 那你要讲一下 为什么没有办 那人家说你没办 你也不能骂他 那你要么赶快办 要么就说 哦 因为我有事情 我过一天才办 那你也解释 你也不能骂人家 然后你确实隔了半年才办 那半年才办 那个证据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 那你说证据确定 哦 我有办 这这这这 我讲了四个字啊 认知错乱 啊 这就讲这 我就是 乱七八糟 四个字啊